1963年6月1日 一架从台湾驶来的战斗机在福州机场降落 驾驶员徐庭泽穿越海峡云层 克服雷电咒语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里 落地后 周恩来叶剑英接见了徐庭泽 并鼓励他说 你的起义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徐庭泽为何会从台湾飞来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庭泽1928年出生于重庆市乾江区浊水镇 1945年参加了国民党 在部队中担任电台排长 国民党战败后 他跟着蒋介石一起去到了台湾 1955年 他进入台湾空军学校进行军事飞行学习 在校期间 他成绩优异 是最有天赋的飞行员 毕业之后 他进入台湾空军部队服役 不管是执行任务还是日常训练 徐庭泽都完成得十分完美 1961年 蒋介石还亲自给他颁授了 克南英雄的称号 可谓是英雄才俊 前途无量 台湾空军对他十分重视 重点提拔培养 甚至许诺他成婚之时 奖励他一万元台币 并且为他修建一座英雄馆 这样的功名利禄 试问何人能够不行动呢 可惜这些东西 对徐庭泽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他心中最向往的 还是回到家乡 回到美丽的四川 他好想再看一眼 家乡秀丽的群山 和蜿蜒流淌的前将 在台湾生活的每一天 他都在思念家乡 和远在家乡的亲人 虽然心中想念 但徐庭泽当时并没有离开的念头 真正坚定他想法的 还是1962年发生的那件事情 1962年 蒋介石在台湾军队内部 发起了一次忠贞调查 对所有兵种 所有将官进行了一次大筛查 筛查的重点有两项 一是不能对上司不满和不尊敬 二是不允许与共产党有任何瓜葛联系 一旦被查出 有任何关联 轻则被监禁 重则直接处死 当时有一个十分嫉妒 徐庭泽的老战友 知道他曾在淮海战役 被共产党俘虏 以此事为由举报徐庭泽 私同共党 虽然部队并未关押 惩处徐庭泽 但还是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将他调到了空军特务机关 成为了特务监视的对象 曾经的飞行英雄 一朝虎落平阳 成为了所有人欺压的目标 即使他小心翼翼的做人行事 还是被处处刁难 甚至好几次挣扎在升起边缘 经历了这么多的黑暗之后 徐庭泽对国民党当局十分失望 心灰意冷的他 终于下定决心返回大陆 在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包围下 返回大陆 这注定是一次搏命的旅程 徐庭泽在这里 没有一个可以信任商量的人 他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借助飞行任务 他开始了返回大陆的准备活动 首先 他偷偷购买了一份大陆的地图 仔细研究了离台湾最近的福州的地形特点 并在地图上寻找福州机场的方位 与开阔地点 为降落做好充足的准备 1963年4月 以头疼为由避开宴会的徐庭泽 在家中打开收音机 听到了来自祖国大陆的亲切声音 大陆对于起义战将的优待 给了徐庭泽巨大的鼓励 他更加迫不及待 想要回到大陆 终于在几个月的等待之后 徐庭泽迎来了再次飞行的机会 1963年6月1日 这天正是徐庭泽计划逃离的日子 他拼命压抑激动紧张的心情 早上一起来就开始观察天气 去气象台询问是否有雷雨暴风 还隐晦地问了一下大陆沿海的情况 虽然没有得到回复 但他依然坚定内心 决意惊天执行计划 当天的飞行任务是训练 他带着一个新飞行员 进行单机攻击训练 由他担任主攻 新手负责做他的辽机 在训练途中 周围只有徐庭泽和新手飞行员在空中 是最佳的逃离机会 而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就是摆脱后面的这个辽机 可能是上天庇佑 就在徐庭泽犯愁的时候 辽机那边突然传来了油量不足 需要返航的消息 新手飞行员向他申请返回 徐庭泽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等到辽机返航之后 他抓紧时机 立刻加大油门直冲升空 来到了云层之上 开始向福州机场的方向行驶 可惜离开的过程并不顺利 四架空中侦察机 发现了他的行踪 开始向他飞来 情况危机万分 徐庭泽只能孤注一掷 全力飞行 徐庭泽驾驶的是战斗机 侦察机在速度上并不如他 而且 徐庭泽是最好的飞行员 能力极佳 很快 九十度大转弯甩开了追踪的侦察机 随后向大陆方向飞速俯冲 然而 后续的飞行过程也十分艰险 徐庭泽越靠近福州 天气越是恶劣 不仅下气雨来 还伴随着一些雷电 导致他无法判定航向 只能凭着感觉向前飞行 眼看着油料不多 徐庭泽心急如焚 就在此时 他突然看到了前方一条条整齐的机场跑道 顿时欣喜若狂 他知道 终于平安到达了 就在他即将降落的时候 机场的高射炮对准了他 由于解放军不知道他的目的 只能当作入侵处理 徐庭泽不愧是王牌飞行员 在炮弹飞来的瞬间 立刻驾机升空 避开了袭击 随后底空俯冲 安全降落在了福州机场 6月1日上午9点05分 徐庭泽作为第一位从台湾回归大陆的飞行员 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四天之后 国防部在福州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 并当场授予他解放军空军上校军衔 颁发了他2500两黄金的奖金证书 国家对徐庭泽的厚爱让他感动不已 回想自己在台湾的困苦生活 简直是恍如隔世 6月25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徐庭泽 与他喝茶聊天 畅谈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 当总理得知 徐庭泽许久未见四川老家的亲人时 特意派人将他送回四川与家人团圆 在徐庭泽离开之前 周总理劝告他 要先成家 后工作 徐庭泽回来之后 许多优秀的女性都对他表露了爱慕之情 组织上也准备为他介绍一些优秀的女同志 组成幸福家庭 而徐庭泽在空军招待所住宿期间 与一位叫做贾秀军的女服务员一见钟情 两人很快喜结莲礼 步入了婚姻殿堂 组建家庭之后 徐庭泽迫切想要为国家贡献力量 经过一年的观察学习 徐庭泽被分配到了解放军空军航空学校 担任副团长 副参谋长 副校长等职务 并于197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国家空军事业奉献了一生